不到40岁的林坤毅土生土长的大鱼里年轻人 他今年回到社区参加大鱼里里长的选举 在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上他表示说 社区人口老化渐渐落寞了 他这次站出来希望可以把社区小事做好 让大家生活环境变好 跟着台下村民呼着口号 致辞的时候还哽咽的说不出话来 他是不到40岁的林坤毅 这次在家人的支持下出来参选大鱼里里长的选举 在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上哽咽的说 希望透过年轻人的想法 让社区越来越活络起来 另外林坤毅也说到 虽说要把社区年轻化 实际上是要让长者走出来跟年轻人互动 不只是要照顾长者 也要让社区的年轻人站出来 从未来我也是希望 让区域来顺利高标当选之后 来透过自己的工程的学识 以及自己的精力 来改变我们的大鱼 后续让我们大鱼的变得更好 变得笨棒 这次大鱼里总共有三位候选人 角逐大鱼的里长 三选一的局面 林坤毅说里长虽然是最基层 但好好做也很有可为 很多事情都是小事 但小事如果有人去想 怎么好好解决 就可以让大家生活环境变得更好 记者高双双玉立正采访报道